一心觀禮 無量光授 是我本覺 這個無量光授 是每一個人本覺的理性 就是我們本有的真如自性 那讀到這一段 我們會想到在佛說阿彌陀經裡面 有講到比佛何故 號阿彌陀 比佛光明無量造十方國 事故好為阿彌陀 比佛受命極其人名 無量無邊 阿森起結 故名阿彌陀 這兩段經文 應該大家在阿彌陀經應該有一點印象 這兩段話是設立佛在聽釋迦牟尼佛講到 西方極樂世界的國主提出來的說明 而這個經文一開始是說設立佛 與乳亦云合 比佛何故 號阿彌陀 那是用無量光無量壽來詮釋阿彌陀這個名號 而在佛何彌陀佛大師的曜節 佛何彌陀佛的曜節 他就點出來 說到阿彌陀經 此經是在展示磁名的妙形 就是我們詞這一句阿彌陀佛 這個是非常微妙的行詞 所以特別來彰顯解釋這一句名號 而且是釋迦牟尼佛親自來解釋彼佛何故 號阿彌陀 因為這樣親自解釋 欲人深信萬德鴻鳴不可思議 萬德鴻鳴的不可思議在哪 要解當中 進一步透過釋迦牟尼佛的解釋 釋迦牟尼佛的解釋要來詮釋 希望大家了解名號不可思議 然後一心來支持 而且不要再有懷疑 那接著 偶業大師開始解釋 大家要了解 偶業大師也是我們淨土中的再來人 尤其映光大師 淨土中十三祖 讚嘆偶業大師 對阿彌陀經的註解 阿彌陀經要解 他讚嘆到 縱使古佛再來 為這一部經做註解 也不能超過其善 等於是映竹的這個讚嘆 已經到了極處了 也是告訴大家 這一本要解 註解阿彌陀經已經到巅峰 大家要好好珍惜 好好去深入 好 那我們看 這偶業大師接著說到了 阿彌陀正番無量 阿是無 彌陀是量的意思 所以直接意義過來是無量 本不可說 無量好不好說 無量好不好說 不好說 他本來不可說 但是本師釋迦牟尼佛以光受惡意 用無量光無量受這兩個意義 來收盡一切無量 所以釋迦牟尼佛很厲害喔 在無量當中用兩個意義 把一切的無量說進來了 怎麼說呢 光 無量光 光則 橫變十方 光 沒有邊際的 無量光 是不是所有的空間 是不是所有的空間都在裡面了 所以橫變十方 數呢 瘦 瘦 瘦命 它是無量瘦啊 那是無盡的時間 所以是數窮三計 三計就是過去現在未來 光是橫變十方整個空間 瘦呢 數窮三計整個時間啊 所以橫跟數 空間跟時間 橫數交錯啊 即法界體 法界體就是整個宇宙啊 是不是無量的時間跟空間包含了什麼 整個宇宙啦 用兩個無量含一切的無量含整個宇宙啦 就是整個法界體 就是法身啊 所以橫磁體做彌陀生土 一橫磁體啊 做彌陀名號 所以念這一句名號 就念了什麼 法界的全體啊 一點都沒有漏掉啊 那阿彌陀的法身 也是變虛空法界啊 所以 你舉這個法界體 做彌陀生土 又舉此體啊 做彌陀的名號 是故彌陀名號 集眾生本覺理性 就是整個宇宙 事實上也是我們的什麼 我們本有的真如本性啊 也是我們本有的 發生 發生 所以 所以 辭明 即是始覺 合本 我們稱這一句 名號啊 就開始覺悟了 而這一句名號 又是我們本有的自性 就是整個宇宙體 就是整個宇宙體 所以始覺合本 始本不二 身佛不二 故一念相應 一念佛 念念相應 那我們 我們 跟著呢 我們老和尚的 教導啊 來深入 這一段教誨 老和尚說到呢 佛在金中 特畏眾生 指示出 慈明 念佛的妙行 這個是佛在 阿彌陀經的一個 良苦用心 就是要把慈明的 微妙啊 能夠詮釋出來 所以舉出 阿彌陀佛的名號 究竟妙在何處 首先呢 師父上人就說了 第一啊 只要念一句佛號 非常簡單 八萬四千法門 沒有像這個法門 那麼容易的了 那一句名號 極能使人 橫操三戒 了生死 初輪迴 這個是第一個妙啦 黃念祖老居士 在 報恩壇裡面 有比喻了 一般的 修行啊 是正入無身 這個法門是 巧入無身 正入無身 就是要從 劍獲八十八瓶 施獲八十一瓶 一瓶一瓶斷 這整個劍施獲斷了 出六道輪迴 接著還有沉沙 煩惱 煩惱 然後還要斷 無明煩惱 就是起心動念 這樣才能入到 法身的境界 法身境界 就是金剛金說的 因無所住 而身其心 才能入無身 可是我們這個法門 是巧入 不用斷見師 不用斷沉沙 不用斷起心動念 當我們念佛的時候 所有的妄念都放下 這是因無所住 然後 沒有其他的妄念 可是這一句佛號 一句接一句 又寥寥分明 而身其心 所以這是巧入了 無身的境界了 所以大家喜不喜歡吃巧克力啊 喜歡喔 以後吃巧克力的時候 就提醒自己 巧入無身 巧入無身 克力精進 巧克力 不要 每一個東西都可以表法的 都可以提醒我們 要向道啊 全性起修 全修在性 連吃東西都要保持覺醒來吃 喔 就像我們佛門 吃飯以前要念 十存五觀 其實那個都是用什麼來吃啊 用菩提心來吃啊 念施主恩啊 念眾生恩啊 那一餐飯 有人不吃啊 那一餐飯 多少行業 忙碌 才有這一餐飯 可以吃啊 所以寄供多少 量比來醋 就是它很不容易啊 光是米飯 不知道就要種多久了 還有其他那麼多東西 所以存己得行 全缺應供 用慚愧心 用感恩心來吃 防心離過 貪等為終 就是我們死死在心地上下功夫啊 不能吃飯要吃出菩提心啊 不能吃出貪心啊 要提醒自己 我還有哪一些貪生吃 要好好的調伏啊 正是良藥 為了行哭 其實這句也提醒我們 我們有沒有病啊 有一個病啊 每天都發作啊 最少三次啊 怎麼病啊 會餓啊 所以你餓的時候 不要順著 這個餓在那裡很痛苦 你餓的時候 就要提醒自己 這個是夜報生 我要換一個什麼生 三十二相 八十種好 跟阿彌陀佛一樣的生 所以餓的時候 可不可以餓出覺悟來 可以啊 你不要洗澡 哎呀我怎麼身體這麼髒 你洗的時候 就要告訴自己 我要換一個清虛之身 無疾之體 所以洗澡可不可以洗出覺悟來 你時時可以反觀呢 時時可以厭禮娑婆 怨生極樂 那這個用覺醒啊 再過生活了 好 那剛剛跟大家說 巧入無聲 然後克力 克力精進啊 克力那就是要真幹啊 真精進啊 這樣才能真正提升自己 那黃老師比喻 就像那個賣穗啊 賣穗有很多節啊 大家看過賣穗嗎 南方可能比較少看到賣穗 但是他也是一節一節的 有時候那個賣穗長成啊 裡面有蟲啊 因為那個蟲是一開始還沒 長成的時候就在裡面了 所以等他出來了 那個賣穗已經長很長 所以他要出來呢 有一個方法就是 每一個那種結啊 他一節一節咬破 一節一節咬破 最後怎麼樣 出去了 這個是正入無聲啊 一節一節 見屍沉沙無名 都要顧 可是這個法門是 橫出三界 他不用一節一節咬啊 直接怎麼樣 從旁邊咬破 就出去了 這橫草三界 他妙妙在這裡 待也往生啊 第二呢 第二個妙妙在哪 本經與無量壽經 君說 臨終十念一念 極能往生 此乃非常殊勝奇妙 哇 居然十念一念 臨終眼看就要度阿比地獄的人 張善和 他臨終所有的牛頭出現 他一身殺牛啊 這些牛 都要來要他的命了 地獄向線前了 可是 剛好 有個出家人過去啊 聽到他的 喊叫聲 就進來勸他念佛 他也 馬上接受啊 念到第十聲呢 就走了 他一開始念啊 慢慢那個 牛頭就往後退啊 最後就消失了 念到第十聲 阿彌陀佛把他接走了 所以這裡 老人家 有提到 此乃非常殊勝奇妙 所以名號功德 不可思議 第三呢 只要往生 即原正三不退 如指說三不退啊 那即是原教出住 別教出地菩薩 原正三不退 如非等絕菩薩 也是法云地菩薩 那這個地位很高啊 往生就是三不退了 通常修行人到這個地位 是從小成正德出國虛頭還算起 正德虛頭還入聖流算起喔 不是說我們現在修就算起了 是從 是從捨了身見了 入了虛頭還果 然後到 起算三大阿僧奇節 才能到原正三不退 哇你看修三大阿僧奇節 現在是一生啊 甚至十念一念 就入這個境界了 所以這個很難信啊 此真難信啊 所以無量壽經告訴我們 都有菩薩欲聞此經 而不能得 所以很多菩薩很難相信 這個橫出三界 巧入無聲的法門喔 那當然我們能信啊 能真信的話 也不是偶然的 所以無量壽經第四十七品 說到 以成供樣 諸如來 則能歡喜 信此事 如果要問 為什麼只念幾聲佛號 極能原正三不退 答案就是 名號功德不可思議 我們 進修節要三十二拜 有幾拜都在讚嘆 名號功德啊 有好幾拜喔 所以欲人深信 萬德鴻鳴 不可思議啊 真的超乎我們的思維 想像啊 一心咫尺呢 不要有懷疑 我們這一生 有幸遇到這個法門 而能否往生 其關鍵就在 能否克尊 一心咫尺 無負一惡 就是不懷疑了 沒有其他念頭了 就是一心咫尺 沒有二心了 這條教界 若能做到 沒有一個不往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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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 Ferru 穿兩人 一心咪尺